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我们能做些什么 在今年清华大学的毕业典礼上 邀请了创校半世纪以来 最年轻的致辞贵宾 他是获得总统创新奖的 沈心灵博士 自11岁起就投身公益 奉献900多万元投入公益慈善 他的事迹已被载入了19本教科书中 在沈心灵的致辞中 有一段话谈到 当西方人类学家拜访南非部落 做田野调查时 看见了一群孩子在玩耍 他们向这些孩子说 谁要跑第一名 就可以获得一篮水果 令人类学家不可自信的是 当比赛开始时 竟然开见孩子们手牵着手 一起跑向水果 人类学家问了其中 看起来最有胜算的孩子 为什么不自己跑呢 那个孩子边咬着苹果 边说着 只有我吃到其他人不开心 那这个苹果也不甜了 沈心灵博士在说 若将世界压缩成100个人 将有20个人无家可归 有50个人每天生活被低于5美元 只有7个人有能力上大学 我们都是那幸运的7个人 我们是否能为他人做些什么呢 沈心灵博士提到了一位 清大教授说过的话 他说 能敬清大的同学 必须要思考 能为那些无法敬清大的人 做些什么 如同清大的孝训 自强不惜厚德在物 一个有道德的人 应当像大地那样宽厚地 承载万物 滋养万物 因此 沈心灵博士 鼓励各位毕业生 都能给自己一个目标 就是当你几岁 就要有多少利他的比例 20多岁 就要有20%的资源 跟时间来利他 60岁 就60% 直到一百岁 就要百分之百的来利他 亲爱的朋友 我们是否能够 为他人做些什么事呢 故事中的沈心灵博士说道 我们大部分 都是世界上幸运的人 应该时常去想 该如何成为他人的帮助 在圣经中 有一卷书 是教导人智慧的书 叫做《真言》 在里面有一句话说道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 不可推迟 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这里说道 得着智慧的一个方法 就是要积极地去帮助人 懂得帮助人 就是一个智慧人的智慧 因为智慧人知道上帝的法则 那就是 施比受更为有福 因此当我们有行善的力量 有行善的资源时 就要积极地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亲爱的朋友 帮助别人 不会让你失去什么 而是会带来更多的福气 在你身上 一个不懂得分享 只想把好处留给自己的人 并不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而相反的 总是留点好处给别人 留余地给别人的人 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虽然看起来是吃亏 是损失是少得 但是以长久的角度来看 却是利益 是整体得利的 因此 今天邀请你 看见自己所拥有的 并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向人施恩惠 相信你必得到更多的福气 上帝会祝福你 使你拥有一份满足的快乐 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